贝尔没有想到 有着多年攀岩经验的他 也会在攀登时遇到致命意外 他身处美国最不为人知 人口最少地区之一的奇瓦瓦沙漠 这里虽然面积很广 但是杳无人烟 几乎没有人在这里居住 贝尔爬上了飞机顶部 飞行员把双翼飞机翻转过来 完全是抵朝天的状态 他放开手直直跳进了沙漠 这是北美洲最炽热的地区之一 气温连续几个月 维持在三四十摄氏度 还在空中飘着的时候 贝尔就感受到了炎热 着陆后他利索地收拾好降落伞启程 一路能看到许多尸骨 他捡了一些老土狼的骨头 他将在特殊时刻发挥大用处 贝尔攀上了高地 放眼望去 地平线处就是西埃拉里卡山脉 更近一点的地方是奥格兰德河 到他那里就能够找到人烟 贝尔一路小跑 这是部队里最常用的技巧 适用于各种艰险环境 但在这里 不仅要注意险峻的天然地形 还要注意避开一些人为的陷阱 比如说猎人布置的圈套 猎人们似乎将圈套 当成了一种语言 同行之间一目了然 贝尔撇了一段树枝 试探圈套 在陷阱后找到大段结石的绳子 被反野的猎人可能会觉得 自己的陷阱抓住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而对贝尔来说 求生人的事能算通吗 这里有连绵的峡谷和密布的地方 让人很容易在这里迷失 要想找到水 得顺着峡谷往低处走 但当贝尔翻过一个岩石坡之后 他看到下面有个深达18米的峡谷 当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 有两个选择 回头或是绕路回去 贝尔拿出刚才借来的绳索和夹子 虽然这根绳子的长度 不足以延伸到峡谷底部 但是他打算用夹子做一个抓钩 扔到对面去 只要从夹子上面掰下来两个脚蹬 把它们叠在一起 再用绳子拴牢 就可以做出一个临时凑合用的爪钩了 把它们绑称一个老式的水手结 这种结比较牢靠 而且用的绳子比较少 最后顺着绳子的纹路 把它收紧即可 贝尔站在崖边往对面扔绳子 此时一定要小心踩稳 不要把自己连同绳子一起扔过去了 贝尔几次尝试 终于把爪钩固定住了 因为不想浪费绳子 所以他把收集来的铁锁绕在石头上 防止回收绳锁石被卡住 随后用土狼骨头扎进两股绳子中 用剩下的绳子绑上狼骨头 有了这样的机关 当扯掉狼骨头的时候 就能松开绳子往回收 这种提洛尔横盘法 是登山者和山地部队 从一个高地到达另一个高地的方法 上半身要在绳子上方 一条腿盘起来 另一条腿要悬在半空中 保持平衡 但正当贝尔滑到一半 爪钩却从松动的岩石上脱落了 瞬间贝尔就从半空中掉了下去 不得不说 贝尔真是福大命大 爪钩脱落 但有惊无险 又挂在了另一块岩石上 贝尔连忙用脚登上岩架 靠着岩石爬了上去 这才度过了这个惊险刺激的关卡 收回了绳子 他继续往山下走 只是仙人掌扎在裤子上 很影响他的前进速度 不过下面是个挖地找水的好地方 这些河床看起来很干燥 但是只要把表面挖开一点点 就能够看到水分了 然而现实很骨感 挖出来的仅有湿润的河沙 没有看到能喝的水 在这个地方 每天至少要喝四五升水 缺水会让人恶心 头晕头痛 贝尔必须想尽办法找到水源 恍然间他看到天上有盘旋飞翔的秃鹰 这种动物出现 意味着附近有死去的动物 贝尔来到了秃鹰一直盘旋的地方 他们的目标 是一具已腐烂发臭的鹿的尸体 鹿的全身上下 没有贝尔可利用的东西了 只能让给还在选货的秃鹰 秃鹰的胃酸含量比人类高 可以忍受更多的细菌侵害 他们吃腐肉完全没问题 但人不行 贝尔又往前走了一段 惊意外发现了火龙果 他们顶上有粉色的小果实 把外皮剥掉 里面全是好吃的小果肉 贝尔留心观察鹰鹿 希望能找到更多食物 突然他听到了响尾蛇的声音 对方正全在盐水下面躲太阳 人们通常以为他喜欢晒太阳 但是在这样的天 他出来晒个把小时就没了 所以会躲在阴凉地方 蛇很危险 但也是名副其实的蛋白质 贝尔要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他用背包堵住了洞口 想来这个动作会让蛇感到暖心才是 他快速在附近收集材料 找来了树枝和四栏 打算做一个钩子把蛇勾出来 做好工具 回到洞穴前 贝尔先挪开了背包 确定蛇还在里面后 试探着伸出了树枝 很快这个家伙被勾了出来 他菱形的头部表示他能治病 如果被他的毒牙咬到 血毒素毒液会注入体内 阻止你的血液凝结 最后导致呕吐变血 贝尔一手用树枝压住蛇的头 一手抓起石块砸了上去 最后将蛇的头割下埋好 下一餐的食物就打手了 贝尔来到了地势更低洼的地区 要在这里辨别方向 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影子 保持影子和身体之间在一定的角度 只是这个办法 只适合走小段的路 因为每隔一个小时 这个夹角就会改变15度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绿洲 贝尔惊呆了 这大片的绿色植被意味着有水 走到峡谷底部 果然有一汪清澈的泉水 贝尔直接扑了上去 这些水全是从岩石中渗透出来的火山泉水 非常干净 能直接喝 而且要蓄满这么一大池子 得花上千年的时间 能找到这个地方 自己真是走了大雨 贝尔灌满了水壶 洗了个澡后 才重新开始找路 这里有各种原木和残骸 看得出都是受洪水冲击造成的 他沿着小溪爬上了一块高地 下方是个池塘 这下爪钩又派得上用场了 贝尔一发命中 把爪钩扔到了对岸的树上 检查了一下绳索 便尝试着荡了起来 一路有惊无险地挂到了树上 他把绳子交给摄影师 很快两人都安全爬了上去 接下来要往下爬 这是个极其耗体力的活 贝尔中途休息了一次 才最终成功到达地下 继续前进 就意味着离开这个沙漠绿洲 现在他有些进退两难了 贝尔没走多久 河流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酷热的沙漠火炉 通常求生手册上会写 在沙漠中最好挑夜晚赶路 省市又省心 但是在这个地方 遍布着纵横交错的深沟 夜晚赶路 无疑是一种冒险 贝尔找到了一个山洞 洞前有风化后清脆干枯的骨头 证明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 但因为洞口太明显 他决定做点防护措施 在德克萨斯这一带 生活着许多美洲师 当地人 把他们称为山师 贝尔可不想和他们相遇 他在营地不远处找到了一种枝条 人们把他叫做魔鬼手杖 因为在他细小的叶子周围 有很多小刺会划伤手指 贝尔砍了一些 把他们排列在洞前 看上去别有一番风情 做完这些后 贝尔在洞口捡到两根木棒 把他的刺削掉 打磨光滑 找一块更大点的木头做基座 再在上面挖个小坑 以及一个导出碎屑的切口 最后在底部 垫一个收集碎屑的骨头 简易的钻木装置就完成了 剩下的时间 只需要不断旋转木棒 耐心等待烟和火花的出现 为了提高效率 还可以在小坑里倒上几粒沙子 贝尔很快便得到了一点碎屑小火花 把它倒进准备好的干燥鸟窝中 就像吹蝴蝶一样轻轻的吹火花 烟就慢慢飘出来了 火苗也窜了起来 有火堆就可以烤肉了 贝尔先剥下蛇皮 再切下蛇尾 就当是给自己小儿子的礼物 正好魔鬼手杖上面有刺 可以盯住蛇肉 把它放在火苗上 静候大餐出炉就行了 贝尔刚收集好灌木树枝 铺好床垫 蛇肉就已经熟了 人们常说蛇肉就像鸡肉 但仔细感受口味完全不同 这一顿贝尔吃的很香 夜晚睡得也很不错 于是他早早的起床开始赶路 岩壁上的一只蜥蜴 引起了他的注意 贝尔抓住了这只活泼的蜥蜴 立刻拧掉了他的头 经理了他的内脏 这下赶路的零食也有了 贝尔爬上了山岩 俯看下面 那里是奥格兰德河 墨西哥的戒河 在河上到处是边防巡逻队 他们有摄像机和无人驾驶气球 沿着河流不断巡视 下到河边 肯定有人会看得见自己 贝尔采用烟囱攀爬法 用脚和背分别抵住两边 沿着狭窄的裂缝爬下去 他尽力把体重靠在岩壁上 掏出了背包里的绳子 其中打了一个结 卡在岩缝中做成螺母 剩下的穿过绳子 下到底部后 往一边拉就能回收绳子 他飞奔到更下面的山下 激动的纵身跳进了河里 一路过去 就能听到巡逻车的声音 巡逻员也看到了他的声音 贝尔知道 自己终于能喝上一杯热茶 然后启程回家了 好了 今天的荒野求生 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是比尔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